霹雳剧集中有许多以乐器为舞 亦或是寄托情愫的人物 诸如古征 琵琶 二胡等 经常出现于剧中 在这样的武侠世界里 让充满肃杀之气的武林 增添不一样的声响 而多元化的设定中 也包含西洋元素的存在 以此缔造了数位 使用西洋乐器的人气角色 搭配场景 配乐 以及剧情设定 丰富着刀光剑影的江湖 今天就带大家聆听 英雄们的演奏吧 幽兰琴 演奏者 亚瑟风流 幽兰的锯 琴色幽涌 演奏者 亚瑟风流 奏者 亚瑟风流 一席黄衣搭配 使得此劲更显起立梦幻 但此时亚瑟风流 因为担心其妹 取掉充斥的思念与悲凉之情 煞见季小唐身影 终于再相聚的兄妹俩 不禁热泪盈眶 但随着妹妹的心气复发 以琴音安抚的亚瑟风流 心持风波将袭取而至 一脸串的佛灵心事件纠缠 季小唐为此剃妖刀戒出手 一战拨寻肢体弥打 一断的战风 相互这种文章 有才危险西昏 哦 好 好 中文字幕提供 不同于平常的悠然雅调 气势逼人 不动悠然情商的禁忌之嫌 其微震撼整个战场 而他以一人之力 逼一律见 救出技巧堂 西洋竖琴演奏者 幻海辽林诗 情力柔美 以开导诗人为己身任务的心灵导师 幻海辽林诗 受六贤之手仓的请托而出 战火肆虐 民不聊生之时 游走于各种村庄 将人生智慧哲理 以故事传递 疗愈受苦受难的苍生 助他们燃起希望之光 偶然之下 救了受食之影响的素环珍 并以秋为题与之对谈 希望能对他的心意 给予帮助 你看地盘边 这红的鱼 要飘摇到 属于春天的雕气 哦 那秋天代表着 这片果河秋天之下 开始入世面的两存在 这红雕气 这一定爱过秋天 爱过严重 人以后迎来 春天的雕吻 这天火火不开 我平面着 建制含义 这些是江湖 祝气清味 让人不变火香好在 你再整心一门 比较稍定 我无想变火香 我愿意 我愿意回来 要梦 我愿意义 讲不出直电 因为我希望你 能继续着 火花香气的感觉 抬车在外心上 我先走就走 只是坚定 你會怕火絕對 這代表你要需要冷藥氣勢 我會聞到火香 那天含泡火火不開 哪來的火火香 火香一直閉嘴之間 在你的火火開不開 與我無關 好,那你能吹出地皮下火香的來玩嗎 當然可以 好,那我就再吹等你 等你吹到你水火玩 蘇芬親,希望你盡量 正是就吹起心靈 為何進行 這個東東的武林就有希望 因痴亡令下,紅扁七元奉命行事 照上遼寧師欲將之殺除 而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的遼寧師 謹求以勤取陪伴最後的人生路途 你現在說,一切都是一切無法的遼寧師 你這次的孤獨不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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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白的夕阳树琴在不弄之下 曼妙出悠扬旋律 能够安抚躁动之心 渐感宁静 姚灵师甚至不顾自身性命 向心有所苦的晚风取相劝 希望能抚平安慰人心 最终不愿痛下杀手的晚风取 决定亲自护送旗前往万山飞雪附会 却也是一桩悲剧的开始 舒晨琴演奏者琴奴乐声 死国之中孕育着神之子的神明之间 一位女子弹奏书神琴 温柔的琴声包裹着心灵 能抚慰平缓情绪 因乐声神父魔法之能 而被天者安排此职 以琴音稳定神之子的心绪状态 在神之子与天者的对谈中 表示自己将死亡 在前往最终盛典之前 心知自己将有何遭遇的神之子 与乐声道别 在知情天者牺牲了神之子后 乐声也难掩悲愤的情绪 从寥寥几句的对话中 能感受到他们之间 和平相依的感情 未灭天者 三续战化身为 冥王的死国创者 而乐声以琴音 试图唤醒其体内的神之子临世 无可灵 无心情的屏幕疏 心无心疏 心疏忠生 游 游 游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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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之子一世与听者拉锯 最终反噬其声 三须成功击杀明王 对神之子而言 乐生所做的书神情音 是他出生于世的短暂救赎 而经死国的故事告一段落 在他表达感恩之情后 便消散天地 西洋乐器特辑 广告车我马上回来